这人都上了奈河桥了 还摆什么臭架子呀 霍玄再走说也是朝廷大人 咱们不给他脸不要紧 咱总得给朝廷三分脸面吧 大人 难道您忘了 霍玄是如何给您想马飞的 身边的大人 因为女人就不该耀武扬威 乖乖待在家里生孩子 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霍玄哪 霍玄 这可是你咎由自取 怨不得旁人哪 瞧瞧 死了还这么大牌照 将军打算如何处置霍玄 待验过尸体 便借过尸体是井的 趁势冲入城去 你在此等我消息 是 驾 等着看吧 把棺材打开 我倒要看看 鸣动天下的美人将军 谁敢亵渎将军 把下 霍玄没死 对啊 不可能吧 我明明看见他入殓了呀 主人莫莫 主人莫莫 入殓 薛贼杀龙平民 残害不如 如今业已伏法 过往种种 我或许既往不救 但若执迷不悟 一律杀无赦 是 干什么 这怎么回事啊 你 你们要造反吗 霍将军早就料到了 你们会有如此无耻的举动 所以在城内守军中 做出安排 假意听你们的号令 实则是在暗中筹备 霍玄 霍玄 霍玄为什么要炸死啊 你也不想想 城内哪有那么多食指水 用来做大规模的守城武器 更别说 是用来抵御敌军了 我们从头到尾 积极备战 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霍将军正愁如何御敌 恰好刺客来袭 他便索性假死 一来 是为了引出薛兆 发动奇袭 二来 就是为了引出你们 这些城内的蛀虫 永绝后患 那 那霍玄也没受伤 不 霍将军他伤得很重 可是他还是上了战场 和他相比 你们这些朝廷大员 遇到危险毫无难而血血 你们简直连蛀虫都不如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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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玄 你就是只狡猾的狐狸 兵不厌诈 我说过 一定会助荆州脱困 就算我真的死了 也会从地狱里爬回来的 抱歉啊 杨自使 让你失望了 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霍家军 寻常军队派系伶俐 各自为政 只要主帅一死 军队必定全线溃败 可霍家军是我祖父一手剑力 父亲逐渐壮大 到了我的手上 已经隶属于霍家 是我一个人的军队 所以薛赵认定 只要我不在 霍家军群龙无首 便再也无法运行 只可惜 我的军队与常人不同 我敢发动突袭 就敢笃定他们一定会积极筹备 等候召唤 霍将军果然自信 如果换作他人 与将士们失去联系那么多日 知道他们还会乖乖听令 谁又有把握 当你登高一呼 他们便能积极响应呢 杨四世 你们此番的行为 将统统以叛逆论处 什么 你 你要杀了我们 我已经杀过一回刺史了 总得留着你啊 全城百姓都看到 你把我的尸体 送出去讨好敌军 正谋叛最是逃不掉了 这一次 我会亲自送你们回平城 面见皇上 带走 霍将军 你这就要回平城了 是 仗打完了 我终于可以回平城了 将军 前面就是安州地界了 咱们在此休息一晚上吧 属下知道您着急回平城 可是连夜赶路实在是 实在是什么 那干脆住个十七八天 等大军护送 于 于 明明知道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担心我 大军行军缓慢 我急着回平城去 这里虽然是边境 却也是大魏境内 能有什么事 那好吧 今天在这里休息一晚 明天再继续赶路 走 驾 谢谢 将军 老人家 有劳你了 将军太客气了 要不是你们赶走叛军 我们哪儿来的暗生日子过呀 我们得谢谢将军 客气了 这 这是什么 这是一点银子 使不得 老人家 我要借住一个晚上 你要是不收钱 我立刻就走 这 收下吧 快 快 过来 来 快叫霍将军 霍将军 我在集市上买了烤鸡 吃一个 吃一些 走 快跑 快走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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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 什么人这样大胆 竟敢在这里烧杀劫略 快 对方步里转气行动迅速 是训练有素的士兵 我们此行的薪卫只有二十人 根本无法抗抗 将军 你的安全要紧 请立即跟我离开 大举为众啊 将军 你要是有什么闪失 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呢 我一直知道 你想回平城街摄政王 您这一出去 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将军 我们能撑一阵子 请快跟着王府长 从后门离开 务必给我们留出时间 是 将军 赶紧逃吧 你逃出去了 才能找人救咱们 走 奶奶 我不怕 不怕 奶奶在 快走吧 将军 来不及了 我们只有两条腿 又怎么会跑得过那帮畜生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给我追上来 那现在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将军 二十名亲卫宁死不详 最终没能问出 霍玄的下落 我们把所有女人都带来了 请将军验过 都不认识 不是 都不是 将军 镇上所有女人都在这里了 霍玄肯定没跑远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继续给我搜 是 启离将军 脚印到河滨就消失了 我说找不见人 原来是沿着河流逃跑了 传我命令 沿着河流继续搜 请遵将军号令 等等 将军请吩咐 这里地界你们不熟 去抓个村民来 务必把人给我追回来 是 将军 他们以为咱们跳河逃跑了 必定会知道河流暗军 绝对没想到 咱们会偷偷前回 将军 只要原路返回 只要与大军会合 就一定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替此区的百姓报仇 你去青马来 尽快离开这里 是 我将军 我奶奶被他们抓走了 还有镇上的女人们 全部都被掳走了 逼他们带路去抓你 将军 立刻回应调兵浅将 我会沿路给你留下信号 将军 你要干什么去啊 照我的吩咐去做 这是军令 将军 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的 现在回去 等于功亏一篑啊 是 将军 将军 已经搜查这么久 始终不见人影 再这样大张旗鼓地搜查下去 会惊度安州守军的 死定了 蠢货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让霍玄给跑了 请将军 请将军受罪 说不准 是这个老家伙 故意给我们带走了方将 把那些女人都给我宰了 不要 不要 救命 什么人 你们要的人是我 又何必滥杀无辜 霍玄 把人全部放了 我跟你们走 还不赶紧下定决心 别等我改变主意 来个于死往破 你可讨不到什么便宜 好 我答应你 我放人 但是你也得遵守诺言 霍将军 你不能啊 我现在就是把他们宰了 你也无可奈何呀 这里的女人 要是少一根寒毛 我必定将你抽筋八体 你若不信大可一事 好 你们受精了 回去吧 走吧 快 快走 快走 快 把他给我绑下来 把他给我绑下来 走